还好不一定很准 不是不一定很准 就是不会把它拿来当做 挑甘烂的 就是它的条码 前面两位数 80是意大利进口的 84是西班牙 那台湾的是471 那目前就是全世界产量最大的 是西班牙 那所以就是今天你想要吃到 很好的抗氧化物的话 你就用那个 就去找那个特级橄榄油 那所以在市面上看到的 就是Pure 就是纯橄榄油 就是刚才的第二名 就是它有合合金链的 那X4RJ是第一道 就是它有比较多的 那个 抗氧化物 那还有一个 因为就那个我投过他们家 是叫做Light 但Light没有在书上有 没有在我那个上课的讲义有 后来就上网去查 他们做过的叫做 比较好听 叫做暗感染油 但是它其实还是浑的 没有 那你刚刚说那个药师 是深色的 所以你刚刚已经做了 那你刚刚说那个药师 就是因为这个图 我只是上网去找 就是这个名字 让大家可以去知道说 虽然都是国外的 或许都是西班牙的 但是就是看整字 当然就是在挑的时候 还是尽量挑深色的玻璃罐 那这边就是说它可能 呃 同样都是感染油 它都发一点点也是不一样 那为什么虫感染 就是特级出炸比较低 主要是它是它希望能保留 比较多的抗氧化物 那因为虫感染油它的那个 抗氧化物就是几乎都没有 因为大部分都被经验过 所以它当然它的温度 可以在瘦比较高一点 那所以你们如果说 有习惯要淋沙拉 或是沾面包来吃的人 就建议买HR-Lergen 你这样子才可以吃到那个抗氧化物 但是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习惯 你其实买虫感染油也没有关系 它的脂肪酸的皮肥也是好的 但是所以就是但是你唇干 有肚皮要拿来用来那个凉拌出菜 那还有刚刚我提到就是 要适量的是坚果类 那坚果类呢 那每一次能吃一汤匙就好 这个汤匙就是我们吃那个欧巴米 小的那种塑料汤匙 不然有些说 我那个坚果很好 就一直吃一吃 但可能会吃到过多的油脂 那所以如果说像我们反正是 就是综合的坚果 我们没关系 就是不用去记几颗几颗 就是吃一汤匙 那挑选的话就是尽量挑选 没有调味的 好像蜜 什么叫那个蜜汁啊 什么椒盐啊 蒜香 都可能会额外去摄取到一些 跟那个呢 就是食物的那个调味料 那再来就是 这个可能是他们的文化有习惯喝红酒 那如果我们没有习惯喝红酒的人呢 就是可以去喝那个绿茶 因为绿茶它有比较的那个额茶素 那它有一些 这个也算是一个抗氧化物 这样子 那再来就是我们减少用铝波 因为铝大概知道湿根也是会导致心湿症 那如果铝波通常家里就比较少要在用 那我特别去就是google一下 这样子 像我们外面吃的那个什么 那个五根肠旺啊 或者是三哈臭做锅啊 因为铝它导热很快 所以就是我们像那种广东粥啊 就是大家就知道足一足忙就好了嘛 因为它导热快 所以如果也是很常外层 当然偶偶还是可以吃 但是不要说我都喜欢 这样锅子类的 顶锅类的 那如果说你家里是用独秀钢 像那二次套之后 我用304的 那其实独秀钢里面有成分叫萌 它是可以防止生锈 但是如果说你当独秀钢可能有过渣 那个萌可能就会流出来 你长期再吃的话 也是会伤害脑部 那再来吃 避胸就是我们要远离三高 那因为刚刚我提到就是 有这些三高可能就是会比较容易 会有这个重缩的现象 所以就是 如果你有这三高可能 比起人家就是 另外四次症可能会增加乳背 那还有就是头部的外伤 那头部外伤呢 就是其实我会建议就是大家还是要保持运动 那就是避免肌肉流失 那我们现在有一个很新的一个 叫做鸡小症 有听过吗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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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些人有些朋友 他是在2010年才定义出来的 就是鸡 他肌肉减少 伴随着我们的握力 手将没力气 可能包特别打不开 他其实有凑夹的工具 或是说你走路速度变慢 他有些都要红到20秒 然后年轻人就走过去 换到人 他有 他有固定的一个就是皮肤的方式 那当你肌少症状 说你的平衡都没有再断了 连大脚子吃不够 就很容易跌倒 那就可能会撞到头 好 所以就是像我们在习车 或是 除了就是都练自己肌肉 就是可能在 有在搭乘交通工具 就是想说习车啊 机车单车 就是尽量带安全帽 这样子 那就是避免抽烟 那如果说的人 他离患失识症很高 那个两倍 那因为这样抽烟 他们就是会有很多 一些自由基 那会一直会有 就是伤害的 那个脑部的性胞 这样子 那再来是 原移忧郁症 就是可以利用就是 运动啊 或是跟好朋友聊聊天啊 那做作瑜伽 那我们就是压力释放 这样子 那这边是一个表来真理说 到底生活习惯上 跟哪些是跟失识症有关 酗 酗 就是已经是证实 是会增加失识的风险 那多是蔬菜水果 维生素D 还有B群 它是可以降低 失识症的 那我框起来的呢 是大家目前来观仓 会觉得好像有用的 像银器 其实大部分的研究 一阵是 它是对失识 没有那个 没有显著的效果 那像最近很狂的 姜黄素跟椰子油 也是没有这个 没有功效的 没有 那 因为其实我会去说 你想要去吃姜黄素也没有关系 因为我妈 它其实没有什么害处 但是你吃 椰子油 它是饱和脂肪酸 比较高的 它就是像动物油一样 它其实相对的 会增加你的那个 心血管的疾病 那像椰子油 它对于是真的有改善 它其实对刚开始 其实是一个 我记得那时候我去上网查 他只是一个太太 他照顾他先生失识症 那时候好像就是有 听人家讲过用盐 这是国外的 但是他用盐子油的过程 他其实有 那他配成失药 所以他就会觉得说 好像是因为要 那个盐子油的帮忙 这样子 那其实还有一些 少数的 大部分就是少数的 研究指出说 盐子油有失识的 但是不是这么的明确 那所以 要吃姜黄可以 但是不要吃盐子油 我自己的建议 那如果说 我们对于就是有失识 照顾上有问题 或是不了解的 其实有这三个资讯 其实就可以去上网查 那我觉得就是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 大家记太多 会搞不清楚 那你可以去搜寻 就是失识 台湾失识症协会 对于家属的照顾啊 我们说我一次家人 好像得失识症 那怎么去判断的一份的 那可以去打电话 跟他们的资讯 这样子 那最后一章呢 就是要大念 就是老当益重的秘诀 好 那预备开始 活到老 学到老 老有老饭不可少 多动脑 没烦恼 天天运动不会老 深海鱼 橄榄油 蔬果斗果来不老 保护头 控体重 血压血糖控制好 不抽烟 不愈足 连老师事不来找 好 好 那这些上课上到这边 那有问题了 是 我们 谢谢大家 我有个人 对 有什么 好